绕境巧遇前女友 男子记仇找人来围殴 大甲妈祖昨晚来到嘉宜绕境 有一名男子参与绕境的时候 遇到了分手多时的前女友 前女友当时跟丈夫 还有另外两名友人一同绕境 男子就找朋友总共九个人 去围殴前女友一伙人 警方到场的时候 他们已经要受散 目前正循现追查 摸着头上的伤口还在流血 但打人的早已不见踪影 家里有名女子24号晚间 和老公以及朋友 参加大甲妈祖绕境 巧遇前男友没有好聚好散 反而大打出手 打人的前男友和朋友共九人 随手拿地上的交通追交条 就朝着前女友一伙四人狂殴 打完人之后就逃之夭夭 经立即抵达现场 现场已无打架斗殴情势 留四名被害人在场 且头部均有受伤之情形 警方寻线找人 目前六人已经招待 其余三人掌握身份 目前还在追查中 参加绕境还能巧遇 双方缘分不浅 只是有什么深仇大恨 需要由爱深恨 再见还能大打出手 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接着佳一送我不倒